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搞外交 他最在乎的就是一个面子 是地道的一种面子外交 习近平搞的什么大撒币啊 什么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 他的核心问题都是落实在面子上 并不是要寻求什么国家利益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最怕的就是在外交上丢面子 但是呢 最近北京马上面临一个非常要紧的面子的外交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出现 可以让说北京让习近平非常的灰头头脸 那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说的 北京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 一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另一个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他们这两个人居然都相继背叛了北京 不过基辛格也没什么实权 所以基辛格的背叛对北京造成的 主要是一个心理上感情上的打击 可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是有实权的 谭德赛的背叛就会给北京造成一个现实上的打击 现在呢北京马上就要面临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被叛的后果就是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 过去北京能够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主要依靠的就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那么如果谭德赛背叛北京 今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就很可能会变成事实 一旦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那北京在国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挫败 北京这个颜面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习近平当然就更是灰头土脸 那我们这里就回复一下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 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嘛 1945年这个联合国创立 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 当时中华民国就是会员国成员国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从大陆迁往台湾之后 他仍然保留了联合国的席位 也保留了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地位 到了1971年中国大陆取得了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 中华民国政府就被迫退出联合国 也包括联合国下面的各个组织 像世界卫生组织 当然他也失去了资格 失去了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资格 一直到2008年12月31号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30周年这个座谈会上就说 宣布对台湾和解新政策 就是同意台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 胡锦涛说 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对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感受 重视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 两岸在涉外事务中避免不必要的内耗 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对于台湾同外国开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往来的前景 可以是需要进一步协商 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 可以通过两岸的务实协商 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那么在胡锦涛这个对台湾和解新政策的推动下 在2009年3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就邀请台湾 以中华台北民意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当时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说 北京不反对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所以从2009年开始 台湾开始每年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北京对台湾这样的和解姿态有所转变 开始对台湾采取强硬的姿态 到了2017年 台湾就第一次没有收到来自世卫组织的邀请 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 这当然就是北京在后面搞动作 他们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压台湾 对台湾蔡一娃民进岛政府进行所谓的惩罚 当时北京还很得意的说 台湾地区今年不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完全摆出一个非常霸道的姿态 说是北京想让台湾参加 台湾就可以参加 北京不想让台湾参加 台湾就不能参加 当然了 北京能够操控世界卫生组织 不给台湾发邀请函 主要就是搞定了世卫组织领导人 总干事谭德赛 谭德赛从2017年开始担任 世卫组织总干事之后 台湾也就从2017年开始 就不能再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了 据说北京在谭德赛竞选 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时候 就出了很大的力 帮他拿到了这个 世卫组织领导人的宝座 甚至有传说 北京私下给了谭德赛很大的好处 所以谭德赛对北京是马首是瞻 完全听北京的指示 所以谭德赛还有一个绰号 叫做谭书记 在2020年武汉开始爆发新冠疫情之后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是完全替北京说话 就替北京来甩锅摆脱责任 这样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的不满 在2020年4月 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就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去韩 要求他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就外界一律他替北京站台的问题 要试试解释 否则美国就要切断 对世卫组织的执行援助 当时的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也对世卫组织表示强烈的不满 他说世卫组织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应该改名为中国卫生组织 当时全世界有50万人联署 就是要求撤坏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在这样的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 谭德赛还是完全站在北京的立场上 替北京说话替北京站台 特别是谭德赛在台湾参加 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上 是帮了北京的大忙 在去年2020年2月 随着中国爆发大规模的新冠疫情 并且向境外扩散 台湾就再次强调台湾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当时美国欧盟这些国家都是力挺台湾 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当年的世界卫生组织 举办的世界卫生大会 在2020年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 执行委员会上 台湾的邦家国巴拉圭 维地马拉这些国家 多次发表挺台的言论 要求世卫组织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还有德国代表欧盟27个会员国 都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世卫组织总管是谭德赛 还是拒绝讨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 甚至谭德赛还来了一个转移目标 他把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问题 跟种族歧视挂了钩 因为美国人非常重视种族歧视问题 谭德赛就希望用这个种族歧视问题 来取得美国人的同情 来转移这个台湾的目标 在2020年4月8号 谭德赛在例行的记者会上 突然罕见的公开指责台湾和台湾外交部 对他展开人身攻击 说是他们搞种族歧视 对谭德赛搞种族歧视 谭德赛说呢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过去几个月 他饱受各种人身攻击和种族歧视 歧视他是黑人 谭德赛还公开说 这些歧视他是黑人的这个种族歧视 是来自台湾 谭德赛说 他们对我进行各种种族色彩的侮辱 我觉得自己不该继续忍受 所以我今天公开在这边说 够了 真是够了 所以在谭德赛4月8号指责台湾对他进行种族歧视的攻击之后呢 第二天4月9号 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外交部都做出了回应 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表示说 抗议谭德赛所谓来自台湾的种族歧视攻击 台湾外交部发声明 对谭德赛指控台湾政府莫西有的指控表示强烈不满 台湾外交部就强调说 台湾是个高素养的民主国家 绝无鼓励民众针对谭德赛本人展开人身攻击 也不可能发表任何种族歧视的言论 当然当时北京是力挺谭德赛呢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态说 强烈谴责针对谭德赛的人身攻击和种族主义言行 在那段时间呢 北京和世卫组织总观是谭德赛 确实是相互配合 航瀉一气 那么在这个国际舆论的强烈要求台湾 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情况下 谭德赛他还是继续找各种借口来搪塞 他说呢 世卫组织总观赛是没有权利对台湾发邀请函 只有当世卫组织全体成员才能做这样的决定 他个人不能做这样的决定 这样一来呢 谭德赛又把这个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事情给推过去了 又帮了北京的大忙 但是呢 今年台湾又再次提出了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 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支持 特别是今年美国是加大了支持的力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台湾优异的防疫表现证明 它对全球卫生的强力贡献 我们必须在世界卫生大会听到台湾的声音 也就是这次美国用非常肯定的态度 要求台湾一定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而且呢 这次美国敦促世界卫生组织 不要在意北京是不是同意邀请台湾 即使北京不同意 世界卫生组织也应该要求台湾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这次呢 还不单单是说 美国的表态比过去表现得更加坚决 而且这次美国在背后还是有所动作了 就是他们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做了工作 导致总干事谭德赛叛变美金了 站在美国这一边替美国说话 谭德赛对北京的叛变 对北京这个打击当然是非常的巨大 过去北京能够屡屡挡住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他靠的就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那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吗 谭德赛对北京叛变了 谭德赛靠不上了 离开了谭德赛的帮忙 这次北京恐怕就很难挡得住台湾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一旦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话 不仅是北京颜面完全丢尽 更让习近平这个战狼外交遭到中共高层内部进一步的指责和批评 因为习近平不仅是自己搞的灰头土脸 而且他还搞的北京在全世界四面树敌 最后连仅剩的几个老朋友都叛变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